这是成人版剪刀石头布 玩家已决定胜负 胜者拿走奖金一千万 败者留下自己的手指 游戏的基本胜负规则不变 玩家初步输了 留下五根手指 剪刀输了两根手指 石头输了可安全离开 如此丧心病狂的童年游戏 你敢玩吗 朋友游戏第五期 上回说到 捉迷藏游戏男主的完胜落下帷幕 游戏结束之后 男主二人回到现实世界 没想到事情的走向越来越可怕 原来 当女主三人从游戏中回到学校 突然遭到全班同学的排挤 所有人都怀疑突然消失的女主是小偷 黄毛为了避免纠纷 决定亲自操钱填补空缺 但黄毛很明显忘了一件事情 第二轮的《坏话声6》曝光了父亲的丑闻 游戏黑料被警方悉数掌握 昨天被捕 黄毛完全拿不出两百万 半落的富二代瞬间成为新的霸凌对象 此后 黄毛再也没有出现过 同时 女主也神秘消失 眼镜男对黄毛的遭遇感到自责 同时依旧在怀疑女主 女主消失的时间点很蹊跷 目前所有线索疑点基本上都在女主身上 银排金额 主办方威胁短信 眼镜男父亲死亡之谜 只要找到女主就能解开很多谜团 此时的男主并不清楚 女主孤身一人来到主办方的后台 满脸趣味盯着屏幕 同时提交了一份最新游戏提案 这是我送给男主的礼物 这边 为了防止心目也陷入危险之中 男主可以用冰冷的语气恶语相加 男主拉着眼镜男离开 留下眼眶湿润的女孩愣在原地 眼镜男家 男主迅速复盘 黄毛的事情总共有两种可能 一 和父亲要前时浮身泄露游戏 父亲被捕 黄毛被主办方控制 二 控制黄毛的不是别人 而是女主 未知来电打破了男主的猜想 主办方宣布 朋友游戏特别环节 弱者胜出游戏正式开始 这是专门为男主设计的一场游戏 男主有权拒绝参加 若参加游戏 男主将会面临生死考验 若拒绝 仅男主的朋友付出一点点的小代价 比如 西木 电话中传来西木的惊呼声 男主犹如被触犯逆拎般 警告对方不要轻举握动 男主决定立刻参加游戏 连走前 特意叮嘱演进来一件事情 这边 男主孤身赴约 弱者胜出游戏正式开始 黑木 朋友游戏特别环节负责人 本场游戏的规则很简单 弱者胜出 即弱者更有优势 弱者具有决定权 西木接下来将会遭受某些精神和肉体的痛苦 倘若西木无法接受 可选择由男主代气 代价等同于1比3 这么解释起来有点不清晰 直接进入第一回合游戏 若西木选择自己承受痛苦 需承受壮汉的一拳攻击 若拒绝 则男主需要承受三拳 挨打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让女生上场呢 男主果断挺身而出 三拳之后 男主忍不住浑身颤抖 开始出声挑衅黑木 像你这样的人 肯定不会有朋友为你牺牲自己吧 第二回合 性感裸舞或木棍独大 一 西木选择脱光衣服在众人面前跳舞 二 男主忍受一分钟的木棍独大 西木看到男主几乎无法直立站起 顿时陷入两难 自己上一回合让男主代替承受 这一轮理应来说不应该再保持沉默 但西木毕竟是曾经被人霸凌过的女孩 裸体跳舞实在是有些办不到 黑木不禁感叹西木的完美策略 把决定权交给男主 男主就会成为某种意上的加害方 想要不伤害女孩 男主就只能决定自己承担 这就是弱者胜出游戏的精髓 男主在一分钟之后紧声一口气 西木自责不已 男主却出身安慰 本场游戏可谓是低级趣味 妄想通过决定权离间二人的情感 类似你为什么不承担 我们是一比三 也该轮到你一回落 但终究真正意上的加害者是黑木 这里补充一个漫画环节 但漫画中 男主的右手拔掉了整整三片支架 招牌死神微笑再次上线 提出本场游戏加赛一轮 游戏名为剪刀石头部 独注一千万 游戏规则 玩家亦决定胜负 若黑木获胜获得一千万 失败之后留下相应的手指 初步输了 切断五根手指 初剪刀输了 切断两根手指 初石头输了 安全离开 平局结束游戏 各回各家 本场游戏黑木有着绝对的优势 男主右手目前被拔三片支架 只能初步或者是石头 而本场游戏是根据黑木的选择 决定其所承受的风险 黑木看到男主延伸中闪烁的疯狂 下意识摇头拒绝 门主继续加大赌注 全场消费由黑公子买单 若黑木获胜 在场所有小弟 每人可以获得一百万的红包 先前黑木曾自诩头脑担当 胆量王者 完美领头羊 人设一旦架起来 事情就简单多了 小弟在身后疯狂起后 所谓的老大也只能够同意本场游戏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本场游戏将全程采取黑木的心理视角 首先 通过游戏规则依次排列风险等级 步的风险最高代表五根手指 石头的风险最低 就算输了也没有任何惩罚 一般玩家肯定首选石头 但想要赢得无风险的石头 只能够出高风险的步 从这个角度来看 本场游戏设计的还不错 可此刻自己处在一种天然优势上 门主说自己的右手刚被拔掉三片指甲 只能够出石头或者是步 如此 本场游戏只有六种可能 1.步对步 平局 2.步对石头 获胜一千万 3.剪刀对步 获胜一千万 4.剪刀对石头 失败 两根手指 5.石头对步 失败 根据规则可安全退出 6.石头对石头 平局 安全退出 整理一下 初步绝对不会输 有几率获得一千万 出石头会安全退出 出剪刀有一半的风险会断手指 一半的风险是一千万 黑木的第一选择肯定是初步 此时黑木忽然发现 游戏中最不起眼的隐藏细节 若平局 则玩家可安全退出 原来如此 这条规则并不是为了对重风险 而是男主给自己的隐藏优惠 从刚才的分析来看 自己初步一定不会输 而男主的目的 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制造平局 自己绝对会选择布 而无法出剪刀的男主 只能同样选择布来对冲平局 只要站在男主的视角 他一定会选择布 那我 只要出剪刀不就行了吗 黑木忽然心头一颤 我才没那么愚蠢 剪刀有二分之一的概率 会失去两根手指呢 勤走江湖多年 我一仗的从来就不是收益 而是风险 百分之百不会输的不 百分之五十会失去手指的剪刀 我肯定会选择前者 黑木内心窃喜 游戏倒计时三秒钟 石头 剪刀 不 黑木 不 男主 剪刀 黑木失去整整五根手指 男主不讲五德 竟然又没受伤的左手出剪刀 整理了两分多钟的心理戏 还加上了带赶的BGM 结果你竟然用左手 黑木一整个绷补助 准备强行回约弹掉男主 千军一发之间 玛利亚赛林正牌军队闯入 火速制服黑木等人 原来 男主早就发现对方是冒牌军 不过为了心目的安危 决定让眼镜男快速通报给主办方 自己留下来拖延时间 至于黑木 做人怎么能够不讲信用呢 你的五根手指全部都是我的 不过为了让游戏更加好玩一些 如果你的朋友愿意替你替兽 只需要一根手指就行咯 这个叫什么来着 对了 弱者胜出嘛 黑木又命令了与其让小弟代替成兽 然而 全场鸭雀无声 小弟们纷纷逼下头 刻意避开黑木的罪事 既然如此 男主带着邪魅微笑 一步步逼近黑木 就在手起刀落的瞬间 早已到达极限的男主晕了过去 主办方其实早就赶了过来 但一直在暗中观察男主的猜拳游戏 黑木整场游戏都在男主的算计中 赠我说吧 男主是一开始就要出剪刀 夺取对方五根手指的那种人 那么怎样才能保证男主绝对不会输呢 很简单 从对手的脑海中 抹掉石头这个选择 于是男主恍成自己只能出石头和布 所以黑木在自我分析时 脑海中只剩下不会输的布 以及胜算很高的剪刀 不仅如此 男主帮助心目承受痛苦 而你的小弟却没有人能够站出来 同样的游戏内容 结果却完全不同 男主设计了一场自己绝对不会输的游戏 同时用你的方式 摧毁了你和同伴的关系 当你在答应游戏的一瞬间 就已经输了 男主从噩梦中惊醒 眼前还站着诺贝尔 诺贝尔打开某个名为波斯大战的书籍 相片中赫然是诺贝尔和男主的合照 诺贝尔此行带来一个新消息 黄毛目前在游戏主办方的手中 保释金一亿元 由于男主是贫困生 主办方特意执名一条身材 直到常人版朋友游戏 只有成年人才明白金钱的恐怖 那是一个没有真善美 只剩背叛 胁迫 欺骗的游戏 更重要的是 那个世界简直是专门匹配男主而存在的 游戏的难度升级 奖金也升级 对手大部分都是不择手段的成年人 哦对了 如果男主选择参加 之前C小队的负债一笔勾销 毕竟那都是小钱 男主把这个消息共享给了眼镜男 眼镜男向全班同学承认自己偷取了旅行费 从今日起 自己会主动退学 当晚夜深人静 男主和眼镜男到达指定地点 阿利亚对送上门来的眼镜男表示热烈欢迎 车辆发车之际西木忽然赴门而入 西木决定不再懦弱 要为自己的朋友提供帮助 就这样 三名高中生踏上前往游戏会场的大巴 成人版朋友游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游戏会场这边 三人终于见到消失许久的黄毛 黄毛声称 自己并没有透露朋友游戏的具体内容 是女主向她的父亲泄露了朋友游戏 所以自己的父亲才会被抓 终于四人短暂达成了共识 一 互相信任通过第一场成人版朋友游戏救赎黄毛 二 女主就是叛徒 值得一提的是 女主此刻正在监视器看着这一切 她就是主办方的人 男主四人换上成人服饰 晚宴终于开始 网偶提示 游戏明天正式开始 今晚大家可以互相交际一下 除了主角团四人 主办方还给男主安排了四名队友 老布 老牌企业家 实际上是主办方的卧底 类似于捉迷藏游戏中的马丁亚 美姐 黄毛家的庸人极度厌恶黄毛 小花 单相思选手 是主角团伴同学 小心 人畜无害 交际小天才 突如其来的队友让男主四脸懵逼 但游戏主办方从来就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搞好关系到底是什么意思 男主大胆猜测 游戏从这一刻就已经正式开始了 为了快速了解情况 男主派出演技男接近同学小花 同时给黄毛派遣了一个特殊任务 乍一看所有人都在社交 男主却非常清楚 成人版朋友游戏没有那么简单 男主游离在所有人之外 他在谋划 第二天 成人版朋友游戏正式拉开序幕 游戏名为友情龙牢 每位玩家需要换上球服 游戏地点在一所封闭监狱 本场游戏除了男主八人之外 还有八名玩家 大眼一溜几乎都是老熟人 黑幕 流氓头子欠男主五根手指 后天 险走的虚鬼消极悲观 惠子 年龄不详的老阿姨 以及男主无比熟悉的老熟人K小队 本论游戏有两种通关模式 一 全员合作 所有玩家齐心协力 把16万个多米诺骨牌排放整齐即可 每人获得一亿 安全释放 二 越狱模式 游戏区域内藏有大门钥匙 玩家找到钥匙 可趁无人看守时逃跑 一旦有玩家成功越狱 监狱内剩余玩家将面临4亿元的负债惩罚 一把钥匙仅允许一位玩家越狱 越狱成功者获得4亿奖金 游戏过程中不允许向任何人使用暴力 一经发现立刻出局 负债1亿 为了增加游戏的趣味性 主办方特意增加了投票环节 每晚都会有一场匿名投票 票数过半者将自动出局 负债1亿 严格来说 投票机制是为了防止有人越狱 本场游戏只要玩家齐心协力劳作 每人都能获得1亿元 但一定有人想独占4亿 投票机制 就是为了让大家把狼人票出的存在 诶 狼人 这不是回到我的老本行了吗 简单来说 要么就埋头工作 要么就背叛朋友寻找钥匙越狱 埋头工作的人 可以通过投票淘汰找钥匙的玩家 规则到此结束 男主却突然笑出声 本场游戏 主办方式文传不赔呀 一个人越狱成功 假设监狱还剩下15人 则15人每人上交4亿负债 减去越狱者的4亿奖金 妥妥近账56亿 游戏正式开始前 玩偶忽然提出 玩家之所以分队只是为了方便起居 黑绿小队住在监狱的两侧 如果玩家不满意分队 可以自由交换 但必须要保证8人制 女佣不想和黄毛在同一队 沉默屌丝后田被交换到了男主一队 一番调整场面如下 A组 主角团4人 老布 小花 小新 新来的后田 B组 小子5人团 女佣 黑木 老阿姨 游戏正式开始 第一天 玩家选择默契合作模式 16个人 每个人每天完成1000个 只需要10天 每个人都能获得一个小目标 第一天劳作时间顺利结束 放饭时间也到了 这大概是朋友游戏少见的温馨合作的场面 往后忍不住给大家拍照留言 当晚 游戏过于顺利 眼镜男不禁开始怀疑 这还是我认识的朋友游戏吗 老布却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 越简单的公众 就越能够发现问题所在 队员中有效率高的 就一定会有摸鱼的玩家存在 重要的是当他们处在一个团体中 强者和弱者应该如何相处 这个话题太过危险 男主急忙打断老布 眼下通力合作才是最优选择 任何破坏关系的苗头都要立刻熄灭 男主心中开始涌出了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果不其然 男主最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了 骨牌被某个人全部推倒 同时第一碗是平安夜 骨牌被推倒是打破合作平衡的关键 这个神秘人已经拿到了钥匙 要破坏玩家的集体通关 还是说只是单纯想要挑起玩家的分裂呢 男主忽然意识到 本场游戏最最可怕的地方 投票机制并不是为了淘汰 企图越狱的人 而是淘汰认为对自己有害的玩家 有害 这两个字就差写在自己脸上了 果然 黑木率先将矛盾引向小队的分裂 男主的力于小队先到现场 破坏必然是男主干的 男主八人自然不可能承认 等等 怎么少了一个人 后田呢 后田慢吞吞来到游戏区 老布立刻把矛盾对选后田 一 后田是对方派来的 谁知道是不是间谍 二 后田昨天几乎全程都在摸鱼 三 后田为什么最后才赶过来 由于目前后田处在男主团队 同时男主并不想打破均衡局面 男主用自身的信誉担保 如果真的是后田干的 我会对此负责 第二晚 小子忽然找到黑木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不如联手干掉男主 第三天 骨牌便没有被人破坏 同时老布早早就赶到会场 做好了准备工作 老布的效率奇高无比 很快就完成了自身一千块的任务 同时老布努力给出建议和帮助 直到遇到这个人 后田 老布好言相劝 后田却仍是一副磨磨蹭蹭的状态 团队的大部分人都能完成自身的任务 只有后田 好言相劝之后 依旧甩着脸不情不愿 但我心的地方就在这里 你又不能打他 他完不成的任务 最后还要算在团队头上 也就是说 就算他摸鱼只弄了一块 最后还是能够获得一亿元 劳动时间结束之后 老布进行着自己的计划 和K小队的队长完成接触 第三晚 趁着后田不在 老布趁机提议 驱逐后田 一个优秀的团队 不需要能够拖后腿的人 无能的人只会妨碍进度 西莫立刻反对 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赢 我们不能淘汰自己的朋友 老布一声冷笑 朋友 脑子是来赢钱的 又不是来交朋友的 更何况 友谊和勾结是不一样的 真正的友谊难能可贵 而虚伪的友谊 最多只能算是加速 带着加速 你还如何出得了牢笼 友情牢笼 你们还不明白吗 只有学会甄别 并且切断枷锁 剩下的精英才能够离开 第四天 第一位淘汰者产生了 一切都在老布的掌握之中 老布瞬间蒙逼 这场强者和弱者的较量 赢家居然是弱者 原来 男主等人不同意放逐后田 于是老布主动寻求小子的帮助 小子解释 在如今这个社会 规则的存在 就是为了保护弱者 弱者的存在 是为了制约团队平衡的关键 如果每个团队中都是强者 强者之中 是否会诞生新的弱者呢 天生就会同情弱者 这又何尝不是弱者胜出呢 小子说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性忽略 更关键的是 一旦老布被淘汰 平衡就会瞬间被打破 这是男主最想避免的糟糕局面 7比8 A组少艺人 在这种局面之下 小子可以轻松淘汰 A组中的任何艺人 而男主就算加上后田 也持有7票 远远没有达到过半出局的条件 本场游戏 男主已经处在绝对的历史之中 果不其然 黑木要求男主下跪道歉 否则就直接把男主投票出局 男主为了自保 只能全部认收 下跪 求饶 被任意使唤 被当成猪 禁止吃东西等等 监控室这边 老布声称自己是故意被淘汰出局的 成年人的世界 朋友几乎是奢侈品 地位 收入 人脉 立场不同 很难为谋 尽管如此 人们还是需要笑脸相赢每个人 及时对方令你作呕 生存面前 笑脸是最好的武器 这便是成年人的朋友游戏 自己虽然被淘汰了 真正的游戏却才刚刚开始 黑木和小子成为本场游戏的掌权人 把搭建骨牌的任务分配给男主 同时声称 明晚会淘汰一个没用的玩家 以此来构建出一个惩罚机制 搭建最少的人 淘汰 为了防止男主制定反抗计划 后田被当作人形监控重返A组 第五天 游戏已经发展成了多数局玩法 黑木不断压迫刁难玩家 游戏会场似乎变成了真正的监狱 所有人在工作期间不敢发出一句声音 压抑的氛围让人敢怒不敢言 对于黑木的欺辱行为 小子选择视而不见 这种霸权引来自家成员的不满 咱们体育生向来都是光明磊落 从来就不做亲手段 小鬼提议让队长代替小子的位置 殊不知 隔墙游二 同时 男主忽然秘密约谈女佣 这个计划就算最后背叛武也可以 这是最后唯一的机会了 第六天 第二位放逐人员果然产生了 男主心中意紧 淘汰人员竟然是小鬼 原来队长曾经私下约见了小子 但在绝对的治理面前 队长终究只是一个傀儡 局面再次持平 7比7 小鬼的出局 让号称铜墙铁壁的队伍开始动摇 而更加离谱的事情还在后面 第七天的小谷 第七天军师采取暴力行为被驱逐 局面瞬间来到7比5 有小伙伴或许会觉得有些奇怪 小子频繁淘汰自己人 难道就不怕男主以人数优势 反将一军吗 其实并不会 虽然票数来到7比7 但小子依旧可以淘汰自己人 男主做出基本推测 A小队除了几方四人 必定有人倒戈 厂商的票数还是掌握在小子手中 结束劳动之后 玩偶突然宣布 十天之后 门口守卫放假 玩家正式解锁越狱模式 也就是说 如果有人拿到了钥匙 可以在十天之后选择越狱 越狱倒计时第九天 小子亲里门户的同时 男主却没有任何反应 每晚都在认真打磨固定器 男主难道真的想要靠劳动 集体通关吗 此时小子忽然意味深长 看了眼男主打造的固定器 倒计时第八天 没开耳朵 看似和谐的局面再度被打破 有了固定器的加持 骨牌还是遭到人为破坏 很简单 一定是有人拿到钥匙了 玩家只要齐心协力 是可以在十天之内 完全搭建 集体通关的 有人故意破坏骨牌 就是为了自己独吞四亿 他只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八天之后的夜晚越狱就行了 男主提出自己的理解 游戏一开始就设立两个通关模式 合作越狱 目前发展到这个局面 严格来说 本场游戏从现在开始 就是一场狼人杀 目前玩家人数还有12人 每晚都有投票出局的时间 玩家必须谨慎选择 淘汰拥有钥匙的狼人 距离月时间还有八天 重复游戏 每晚投票 直到找出狼人为止 这么想吧 被投票出局只会背负一亿元 如果狼人最后存活 并且成功越狱 每个人背负四个亿 所以 是选择束手旁观 还是开启另类的狼人杀策略呢 为了尽快揪出破坏者 男主提议搜身验证清白 接下来是全剧的最大尺度 男女生分别查验 男生这边干净的一批 女生这边一点镜头都没给 肯定有问题 不骗你们是真的有问题 所有女生都同意验身 只有B小队的老阿姨拒绝验身 老阿姨表示我虽然年龄一大把 但人家还是很害羞的呢 除非 除非让我们家小欣先来帮我验身 小欣在团队中的人缘极好 尤其是和女生的人缘特别好 大概二十多分钟的验身之后 小欣表示 阿姨是清白的 自己并没有发现钥匙 虽然如此 阿姨还是目前嫌疑最大的人 按照狼杀的逻辑 如此巨大的一点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别人都拖 就你不拖 今晚阿姨必定会出局 甚至有可能会连累小欣 第二天也出局 阿姨被所有人怀疑 很快 阿姨就提出了一个极度炸裂的消息 自己虽然不知道谁有钥匙 但是自己看到是谁把骨牌推倒的 按照刚才分析的逻辑 推倒骨牌 等于有钥匙的人 这个人就是后天 目前局面已经出现了户彩 后天采阿姨 阿姨采后天 今晚被票出局的人 只可能是他俩之一 那小伙伴们觉得 谁才是有问题的人呢 没错 小子等人当然也不会相信老阿姨 几人商量之后 决定在今晚淘汰老阿姨 倒计时第七天 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放逐人员 居然是后天 当听到自己的名字 后天不顾一切准备毁掉骨牌 原来 后天曾经也是一名优秀员工 店里只要丢了东西 后天就会被当成替罪羊 自己根本就没有推倒骨牌 却还是被人当成了罪人 扫心拼命拉住男人 神色逐渐冰冷 像你这种人 活该被淘汰 依旧是肮脏的垃圾 局面此刻再度洗牌 人数变成六比五 黑木认为这个结果有问题 在场但凡有脑子的 肯定都会投给老阿姨 怎么可能是后天会被淘汰呢 有人破坏骨牌 就意味着有人找到了钥匙 有人淘汰后天 说明某人手中至少握有七张票 难道是他 男主声称自己已经掌握了七张票 你不是喜欢让我下跪吗 如果不给我跪下 明天就是你被淘汰 多发言语挑衅之后 黑木已经进入了红温状态 眼看拳头就要落下 小子立刻阻止 有七张票的根本就不是男主 男主在诈你 同时男主和小子对象眼神 二人的表情有些耐人寻味 两个人同时意识到 情况有些不容乐观 除了男主和小子之外 团队中出现了一个不可控因素 X先生 男主连六张票都测不出 根本不可能淘汰后天 看来 自己和男主忽视了一个很可怕的对手 游戏越来越有意思了 另一边 星木忽然表演差异 不经意间的贴近小星 嘴角挂着一口笑容 注意 常见至少有三个女人不开心 女佣 老阿姨 还有小花 当晚小花直接找到眼镜男 直言自己喜欢眼镜男 当看到眼镜男搂住安慰星木时 小花决定要给星木一个教训 自己本来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得不到的 那就全部毁灭呗 到近时第六天 星木成功说死 被放逐 局面再度持平无比武 眼镜男忽然看了小花一眼 到近时第五天 游戏并没有出现新的淘汰人员 同时游戏大厅竟然出现了一封匿名信件 信件声称 自己是神秘X先生 并且已经找到了钥匙 如果玩家想要顺利通关 需要签署一份场外协议 把一亿奖金的九成交给我 否则 X先生将在五天之后选择越狱 届时所有玩家都要背负四亿元的巨债 X先生的智商确实足够惊人 用场外协议绑定男主等人 他就能够获得九亿一千万 此时小花忽然同意签署协议 利字局至少还有一千万 总比什么都没有得要好嘛 黑幕明显不乐意 一千万 九亿一千万 凭什么X先生拿这么多 此时小新忽然提议举手表决 最终结果 小花 小新 老阿姨 女佣选择利字局 队长临时倒戈 5比5平局 关键时刻 黄毛竟然也背叛男主 6比4 大多数人都同意立字局 此时小新站出来主持大局 暴躁大叔 过分聪明的小孩 背叛者 玩弄关系的朋友 没有人会选择这么一个团队的 早在宴会当天 小新就已经和黄毛成为了好兄弟 最后留给男主等人四天的时间 如果男主等人不签署协议 他们为了不惹怒X先生 会把男主等人逐一淘汰 负债4亿 将近一千万 留给男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现在的局面确实非常有趣 最强大脑 暴力担当 伪装者 背叛者 蛇鼠一窝 却干不过六个弱鸡 不过他们四个人在一起 真的很期待 男主会做出怎样的绝地发弹 这边 主办方忽然紧紧屏幕 除了X先生之外 他们好像忽视了一个更加可怕的家伙 当然 这个人并不是男主 游戏变得更加刺激了 这个人远比男主还要可怕 好了 这一期到此结束了 喜欢小伴就到点下关注 再见